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主持人Winnie 今集除了有詩生繼續跟我們談談樓市之外 我們也請了中原投資管理葉明慧小姐Kavers 在節目稍後時間跟我們談談可外物業的投資心得 歡迎兩位 不如一如以往,先跟詩生談談樓市的樓價走勢 今天公佈了最新一期的CCL,佈18.38點 即是按週又升了0.15% 看到樓市一直不斷升 跟2019年年中的歷史高位190.48點 仍然差1.1%就破頂了 看見樓市很快就破頂了 你又如何看待樓市走勢,會否整個樓市一直向上 之前香港的樓價,可以說在高位置爭持不下 方向不算明確,有人看跌,有人看升 經過一段時間爭持之後 現在是醞釀一個新的方向 大家會看到,爭持後未來的方向 我認為,主導力量都是上升 所以現在基本上是處於蓄勢待發的階段 你剛才說,同高位置爭持1.2%左右 我預期這1.2% 在今年第三季就會打破 如果快,甚至7月份都會打破 打破高位置後 有些猶豫不決的人,就會改為相對肯定 我早兩年,自從戰中以來 有人問我,買不買得過 我都是相對保守的 我甚至自己都減辭了香港物業 最後,我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沒有聽我說 幸好,他們沒有聽我說,買了 但亦有些人,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不敢這段時間去買 問都沒有問,我當然不會買 我自己看到,這站不買 但有實際需要的人 看到香港的樓價,這樣衝擊法都不下降 應該下降的機會,就不大了 所以會在這個時候,出來買東西 我自己看,下半年會繼續上升 而且上升的速度,會比上半年快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要默默留意下半年的樓價走勢 施生的說法,下半年的經濟會更好 升勢會繼續持續,繼續向上 之前,警股署公佈了最新的租金數字 香港的住宅的租金回報,普遍2至3厘 跟樓價比,好像他的增長,又沒有那麼厲害 令到部分投資者,會將目標轉移到海外 你又如何看待海洋物業 你自己有沒有投資海洋物業 或者租金回報,是否市場說得那麼高 其實,租金回報和租金上升,是兩回事 香港租金都升,疫情期間曾經回落過 但相對於樓價來說 過去一段時間,樓價升得比租金快 當樓價升得比租金快 回報率,是用樓價做份母去除 份母越來越大,回報率越來越低 另外,回報率高與低,與利率息息相關 如果利率下跌,人們便願意接受低回報率 如果資金到銀行,有5厘、6厘回報 租金沒有回報率,人們都不投資 所以,我自己看回報率 香港回報率,一定是低的 因為香港樓價仍然站得硬 樓價反映將來的因素 租金只是反映眼前人的負擔能力 所以,前景好樓價便上升,回報率就不高 股市中,好的股票,都是PE高 回報率低 回報率很高的股票,即是沒有前景 我不是說外國物業,沒有那麼好前景 而是香港樓價一直高,令到回報率低 另外,外國也有很多稅 沒有回報率,如何吸引人,去買樓收租 收到租金,交了這麼大稅 所以,我自己接觸,一般情況,外國物業 租金回報率高於香港,都很普遍 這個原因,很多人都會買外國物業 我自己都買過不同類型的外國物業 但是,買商業性質,比較多 因為外國,很多時候,住宅,都是租客受保護的比較多 回報,某種程度上,都受到限制 作為地產投資者,因為地產是不動產 不可以帶著周圍走 買兩顆鑽石,拿去哪裏,都不需要在南非買 倫敦購買,但物業是拿不走的 為了平衡的風險,很多物業投資者 都會在香港以外,都會有物業投資 中原金融下,都有些基金,專購買海外,相對收益比較穩定 被人拿來分散風險,再投資 這方面,就是Cavis做開的工作 讓他介紹一下 今集,所以特地請來Cavis,跟我們分享 知道你是海外物業的投資專家 亦知道你在海外英美加,香港人很鍾情的地方都有投資 有沒有少少投資心得,可以分享給觀眾 如果想找租金回報高,又穩陣,又少風險 有甚麼建議給觀眾 我覺得,特別過這幾年,很多香港投資者都很想去海外投資 包括物業 我第一個建議給大家,是想清楚你為何想做這個投資 因為我們的經驗是多少客人,突然間覺得很想 我想有些海外資產可以維持,分散風險 但很多時候,一路看不同的物業,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產品 突然間自己都會亂亂地,其實我想怎樣 其實我是覺得現在疫情,不如我去買一些很,我們叫很Destressed 有問題,但很便宜的物業 因為覺得可以買到很便宜 還是我想找一些很穩陣的物業,收租,長期持有 因為是很不同的選擇,你一聽都知道 如果是買前者,一定會很進取 可能願意很短時間去成交等等 但後者,你都可以慢慢篩選一下 其實物業優質,地點優質,你就可以去買,就可以收租 很容易會跌入這個漩渦 所以我第一個建議給大家,如果有興趣做一些海外投資 想清楚自己最終或最想達到的效果是甚麼 如果純粹是想分散風險 我想有些美元資產 當然,美元資產可以買其他東西 但如果想是物業的,這是一個選擇 還是英鎊?甚至乎日圓? 可以有這些角度去想,想怎樣 否則你會發覺很痛苦,選來選去都選不到 可能疫情完全過了,樓市都不斷破頂 可能你才入市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另外,剛才提到租金 租金是否相對外國的,會高一點 如果你看面貨的數目,是是的 面貨的數目,我們全部用一線城市去做比較 例如倫敦,在漂亮的地方,不要說到很偏遠 大約三厘 在美國,有些一線城市,例如紐約三藩市 其實都是大約三厘多 日本會稍為高一點 如果你說住宅可以去到 可能大家看新聞廣告,都會看到六厘、七厘 但要看實質到受的收益 香港的稅制相對簡單 例如兩厘、三厘,基本上沒有很多額外的稅 可能只是個人所得稅 但去到外國,就不是 其實牽涉的稅總是非常之多 各個國家都不同 各個國家都不同 甚至你去到大一點的國家,去美國 甚至你不同的州都不一樣 又或者你投資住宅,還是商業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般投資者來說 是一些比較容易出狀況的地方 可能你買完才發現原來會是這樣 你做的是一些投資基金 就不需要個人自己去面對 包括物業管理、稅務等各方面都可以看 沒錯,直接持有 就是剛才所說的 要處理剛才那些事情 如果通過產品 例如一些私募基金 或者甚至乎大家可以買到的利益 例如美國、英國、日本都有相關的利益 其實都可以接觸到當地的房地產投資 但就不需要自己特別去考慮 因為你買的只是那個產品 但當然我剛才提到兩件事 就是一些替代品 除了直接去買之外 可能是剛才提到的利益 或者是私募基金 各有不同的 Risk 的好處就是你很方便 你上網的股票戶口賣得 亦都不特別要去考慮很多稅 不是不用交稅,要交稅 買Risk 都要交稅 但簡單很多 但你要留意Risk 的特性 因為始終它都是一個股票性質 所以其實它是會跟股票市場走 如果你看回全世界最大的Risk市場是美國 例如美國,我們見上年疫情最差的時候 它跌四成 但到疫情中間,它又升四成 其實它是跟股票市場走 就比樓市走 所以投資者要注意 如果你真的想喜歡物業的特性 Risk 相對會有點瑕疵 因為它比較跟市場走 私募基金真的會跟回物業的特性 因為整個產品就是持續那幾個物業 各有利弊 因為私募基金的門檻相對會高一點 Risk 又會低一點 所以大概可以給大家了解 如果真的很有興趣去做海外物業投資 除了直接去買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不同的選擇 但我想再說一點 給大家有一個高級的了解 不同國家,一線城市的租金回報水平 剛剛提到倫敦,大概是3厘左右 在最初的位置 如果我們去到美國,大概是3厘多 日本市場很喜歡做保證租金 所以如果你真的拿出市場出租 就未必做到這些水平 我覺得比較合理的期望 去到日本,大概約4厘多 所以就會合理的期望 Kavis,都知道市場上 都有一些關於英國學生宿舍的私募基金 其實這些是甚麼呢? 或者他們的運作是怎樣的呢? 其實市場上的房地產私募基金 有少許我剛才所說 客戶正在投資在這個產品上 作為一個類似金融投資者 即是財務投資者 但是就會交給管理團隊 去選擇不同的物業 然後盡可能在投資期限中 去提升租金和物業價值 而一般,其實私募基金都有些年期 例如,可能投資5年、6年、7年 即是確定了一個時間 然後就會由管理團隊去做相關的篩選 剛才提到學生宿舍 其實都是近十年八載 沒有起得很重要的投資潮流 或是一種資產類別 主要是因為它的擴跌性比較高 因為大家都很明白 是否都要讀書 讀書又要穿舟過省 因為不是香港 例如去到外國、去到美國、英國 很多學生都穿舟過省 讀書就要住 學校永遠都不夠相關的縮位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堅挺的租務市場 近年都會見到很多不同的大機構 一些保險公司 甚至一些國家級的錢 都會進入投資這類型的物業 而這些產品通常的運作模式 相對簡單易明 總之客人是投資了一份 可能一、幾個客人投資了一份 接著會持有幾個盤 不會是一個小單位 通常整個盤或整棟都是學生宿舍的運作 其實有點像酒店 不過不是由酒店營運商去營運 而是由學生宿舍的營運商去營運 一般都是用這樣的模式 全世界最大的兩個市場 就是美國和英國 如果說美國的話 你可以預計中間的回報率大約是4% 中間的分紅或租金 英國都差不多 通常我們稱為正回報 因為剛才提到很多時候去外國買 如果你自己買,就有很多稅務的東西 通過這類型的產品 其實一般就已經是剩下的 即是Net的回報 至於物業升值的部分 其實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我們現在的物業情況 因為我們自己都有做相關投資 我們剛剛去年,2020年底做了一次股價 五個月內,我們升了差不多一成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看到那個 當然,這個也有機會是 因為疫情,大家都停止了很多投資活動 所以這部分要回應 但我們看到市場很穩陣 疫情前年,疫情前幾乎升11% 所以大家可以去期望 預計會有的回報 中間大概是4% 每年或4、5年底下 可能會大概升三成 我可以說一下,投資這些房地產基金 即是外國的房地產基金 和直接投資的差異在哪裡 很多人去海外投資 其實他們對海外認識有限 如果他們要花生思鑽研 又要鑽研海外經濟 海外的政治體制 又要稅務 物業市場的狀況 交易的手續 是很煩的 你自己一個人做了這麼多事情 一個人掌握到有限 花的時間很多 最後還要做錯決定 但現在買這些基金的好處 就是有人幫你做 有專業人士幫你做 另外,有些是自己一個人買不到 例如一個商場 一個整棟宿舍 普通小投資者,哪有這麼多錢去買 所以,如果你透過這些私募基金 有專業人士幫你買 買很大份 然後分開一份 你可以買其中一部份 好像賣股份 可以投資的選擇範圍高 亦不會失敗 買一個單位 例如大家買學生宿舍 別人是整棟宿舍 你剛好買剩餘的,他病了 或者他家中有事 他搬了,你整個單位都租不出 我們有100個單位 有1、2個租不出 對你的收入影響會較少 所以,買這些基金的好處 有人代勞 選擇比較多 賣細細分也可以 這是有它的好處 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不想買實體 可能有些專業團隊 有些私募基金 在市場上可以讓大家選擇 今集時間差不多 歡迎兩位今日和我們分享投資心得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無論件事 第1章 香港卻 我 那簇